前線話題 您看到在雲林 水林鄉 萬興村 昨天臨近大牌潰堤 那已經預防性撤離 但今天很多村民依舊選擇守護自己的家園 雖然說雨鄉對比較緩和 可是大牌的水源源不絕的流進村莊 而目前嘉師在現場要告訴大家 雲林縣大皮鄉雨滴持續稀哩花啦的降下 現場積水高度至少有半層樓 可以看到圍牆只剩下上面一點點露出水面 但因為雨一直下 積水沒有褪去的樣子 可以聽到村長說像這樣淹水的情況 從昨天中午就開始 可以看到風牆雨大的樣子 讓整個大皮村西鎮村泡在黃色水裡面 沒固定好的物品隨著水流到處漂流 根據了解雲林縣大皮鄉淹水的區域 目前還有北鎮 鄭平 西鎮 興安等四個村落 而且岩潭大排議題稻田整個被水淹沒 如同大海一片汪洋 走進同樣在沿海的水林鄉萬興村 整個村莊同樣泡在水裡面 瓦斯桶漂浮水面 水淹進房子幾乎跟床板一樣高 重量輕的塑膠地墊浮在水面 廁所更是一片狼藉 民眾躲到地勢較高的廟宇說昨天就淹水了 幸好他家在地勢比較高的地方沒有淹到 不過看到幾十年住的地方 如今泡在水裡面 心裡還是很難過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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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